台湾经济部长郭志辉14号公开表示 规划在菲律宾设置电厂 把绿电透过海底电来送回台湾使用 这引起了外界讨论 那今天也是国会的焦点之一 对此呢 郭志辉在被询时对他的轻易发言感到抱歉 他说半年内会完成可行性的评估 经济部长郭志辉出席立院报告 朝野立委关注 先前郭志辉表示使用绿电厂商不能等 要在菲律宾设电厂 将绿电送回台湾 对此备询过程 郭志辉对自己轻易发言道歉 这还没有形成这个个案的部分 就先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对这一点我比较没有经验 所以我对我的这个发言我感到抱歉 面对外界询问盖电厂 其成成本如何运送等议题 郭志辉表示 目前仅是专家共同对于绿电议题的讨论想法 并承诺会在半年内完成可行性评估 国际合作就不一定是由台电来做 因为台电是国营公司 国际合作需要更多的弹性 台电来帮忙了解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是一个怎么样的合作架构 我想这个还不确定 郭志辉受访则强调 台湾不缺电 2030年绿电占比达三成 是必须达成的目标 这个跟我们绿电够不够用是两回事 好不好 我讲了说我们可以做绿电 我们也可以帮助其他的国家 因为绿电是全球大家关注的命题 这些同盟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国家 大家互相在这个绿电上面 给予这些资源 而16号新电价正式上路 产业最高调整14% 电力供需和电价平衡议题 持续是经济部的关键课题 新唐人亚太电视胡宗翰 曾行敏台湾台北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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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电价太电价re 都不能再带大价太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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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最上路 包出一次